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 很有用的书 是这本书叫Toxic Parents Toxic Parents它的 这本书是翻译过 它的华语是叫原生家庭 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 这本书我觉得 它十分的有用 因为它剖析了我们的性格的 缺陷是怎么跟我们的原生家庭 有直接的关系 原生家庭就是你的父母 父母亲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 分成Part1跟Part2 Part1是讲 有毒家庭的行为模式 它会跟你讲 怎么样的家庭 是叫一个有毒的模式 然后它会跟你讲很多个 很多个款 然后第二个Part2 它就会教你 如何跟你的内心小孩沟通 就是你要怎么好起来 怎么脱离你的 疑毒 怎么脱离疑毒 怎么脱离你的疑毒 就是讲 如果你的原生家庭 给你的那些伤害 还有一些阴影 你要怎么去克服它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让Elena去领导我们的课题 今天我们只是会说前面的部分 Part1的部分 就是有毒家庭的行为模式 所以我在这里有看到几点 就是第一种 就是父母常常拿孩子来当作出气筒 这种是身体上的虐待 就是有可能是用疼扁来扁啊 不然就是家暴的一些比较严重的例子 然后呢 第二种是用难听的话语去侮辱子女 就是去贬低孩子的自尊心啊 自信心啊 或者是恶言相向 语言暴力 OK 第三种是金钱上的控制 就是 不管是金钱上的控制 还是 任何形式的控制 总之是 这种形式的父母 他们的控制欲很强 他们不会想要让孩子 去过他们想过的生活 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控制 孩子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 想办法让孩子依赖他们 不让他的孩子成长独立 第四种呢 就是 子女与父母的角色 角色 道指 道指就是 他们 很像道反来老 就是子女 身为父母的角色 去照顾 父母 自己的父母 他们这种父母呢 是不充值的父母 也可以算是 有毒的家庭模式 所以 你也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遗毒吗 遗毒 遗毒这个字很specific 很科学 我们平时不会用的 遗毒就是 我这里会讲一个很小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 他小的时候 是在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痕跡下长大 然后呢 他的父亲就教他 你不可以花费任何 任何 你不应该花费的东西 你不可以买奢侈品 总之是 你的生命里面不需要的东西 你都一概不能去花费 这是他的父亲 从小就 灌输 灌输这个孩子的概念 然后呢 这个孩子长大后 他会很努力的想要去 完成 完成 他的这个父亲的 教会他的这些道理 OK 但是这个人呢 他长大就算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去买一些奢侈品 或者是讲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也会有愧疚感 他会又 他也会自责 他也会心里很难受 就是说 不管他赚多少钱 他还是觉得自己的钱 是不够多的 他也没有安全感 他会觉得他的钱 永远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还是他就是完全没有安全感 所以那些安全 不安全感就是疑毒 就是 以他现在的生活环境来讲 已经对他造成不到任何威胁 但是他还是感觉得到 那种痛苦 那种没有钱的不安全感啊 那种自责感啊 愧疚感啊 那些都是疑毒来的 OK 疑毒 所以在有毒的家庭模式里面 很多孩子 他们在童年时期 遭受到这些 这些不良的虐待 所以他们就会 到长大后 还有这种疑毒 会有很严重的 不安 没有自信啊 没有安全感啊 我觉得我们的亚洲的家庭 比较是偏向于语言的虐待 这个语言的虐待 其实现在当然很多人都是有拿这个课题出来讲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的伤害力那么强 是因为我觉得 语言这个东西 你 它是隐形的 它看不到 就算它已经给了你造成伤害 它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每一次那个 接受这些语言暴力的人 他们虽然受到了伤害 他们自己却 理清 无法理清他的头脑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人 这个作者有讲到有一个例子 曾经有一个DJ 他们就在电台上面分享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DJ就说 这个DJ就接了一个人的电话 然后这个人的电话里面的人就跟这个DJ讲 其实如果比起身体暴力跟语言暴力 他觉得语言暴力会更加惨 因为身体暴力的 身体暴力 你施暴了过后 会在身体上面看到疤痕 看到伤痕 伤痕慢慢逃转 也会让你看得到 但是语言暴力 它是隐形的 你造成了那个伤害 你看不到它的伤痕在哪里 它的伤痕在心里 所以大家会感觉到 没有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 大人的语言在小孩子面前 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它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样 而且小孩子呢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 他们的逻辑比较低 他们还是小孩子 他们也不会去分辨 有时候我们大人 随随便便的一句 开玩笑 还是 还是你的 幽默 还是你的幽默 其实这种很微妙的一些 一些变化 语言上的变化 其实小孩子是分辨不清楚的 所以 小孩子很多时候会在 你开玩笑的时候 他就误以为是你 说话是认真的 就好像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小孩子犯错了 你会说 你再不乖我就把你送给一个印度的阿姨姨 这些都是很像对孩子来说 那个是一个威胁 就是说他会把你的话当真 他会把你的话当真 他会很害怕你把他抛弃 但是在大人的眼里 其实他只是一个玩笑 比较幽默性的玩笑 所以有时候这种玩笑不容小叙 因为他的破坏性极大 他会在孩子的内心留下隐隐 就是说 你以后会随随便便被人家跑起来 还是什么 所以下一个还要讲 你也没有讲到这个 这样我就讲这个 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 这个篇章是叫恶言恶语的力量 但是它是在众多的 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篇章 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文章 他造成的伤害是我们最觉得 他不是伤害的 而且他也举无情重 因为这一篇在讲的是 你开玩笑 你在诋毁一个小孩子的 自尊心 自尊心 外表 智力 能力 然后你用什么方式去跟他开玩笑 你就是 好像 好像你会说 这个真的是 你穿的这个jacket很漂亮 特别适合小丑 像这样之类的话 还是讲 他们分配大脑的时候 你一定没有在家 所以你才会那么笨 所以 你在讲这些的时候 其实 父母亲会用 好像开玩笑的方式 去贬低孩子 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小孩子是 听 他get不到你是要 再跟他开玩笑 所以他会把这些东西 很serious的对待 其实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个其实是一种侮辱 对孩子的侮辱 但是 这个侮辱的外层 被包了一层糖果蚁 就是你的 幽默感 你会让孩子 没有办法去 去反驳你 去反驳你 因为 可能他反驳你的时候 你会说 我只是在开玩笑 你难道不能 放轻松一点吗 干嘛那么认真对待 但是 这个其实是一种 侮辱来的 如果你在你的侮辱外层 还包了一层糖果蚁 这样那个是 对孩子 更加 更重的一个加害 对 更重的一个加害 因为他永远都 无法去 真正的为自己辩驳 因为你用这个 开玩笑来 所以这种小孩子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会越发没有信心 他会特别的敏感 每一个人对他说的话 他会很敏感 好像 你无形的一句话 他会一直记得 他记得了 他会一直去揣摩 他觉得每个人 都是在嘲笑他 还是每个人都是 对 所以 这种 这种人 他们说话的声音 会非常小声 对 他们非常小声 因为他们其实是 很羞怯 他们会很shy 然后他们讲话的声音 会很小声 我想要分享 我要念一段给你们听 让你们有更贴切 这个篇章的意思 48岁的菲尔 是一个牙医 他个子很高 在衣着打扮方面 颇有品味 看起来非常有刺性 但是他开口说话时 声音却小到我 几乎听不见 有好几次 我都要请他再说一遍 他解释到 他正是为了自己 令人难堪的羞怯 来寻求帮助的 OK 下面我要讲的是 这个菲尔 所讲的话 我真的不能再这样 继续下去了 我都快50岁了 却还是对别人 对我讲的所有事 都过度敏感 我无法按照字面的意思 去解理解 别人所说的话 总觉得对方在嘲笑我 我觉得我的妻子在嘲笑我 我的病人在嘲笑我 我常常半夜睡不着觉 躺在床上 琢磨白天 大家对我说过的话 任何事情 我都能想出一些 不好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自己要发疯了 谈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时 菲尔很坦诚 但当我问到 他早年的状况时 他却沉默了 在我一番温和的试探下 他才告诉我 他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就是父亲 没完没了的取笑 他总是拿菲尔来寻开心 常常令他感到屈辱 当其他家人 被逗得哄堂大笑时 菲尔愈发感到 自己被孤立了 然后我再继续讲 菲尔所说的话 被取笑的滋味 真是糟透了 有时候我还会吓到我 有时候还会吓到我 比方说 这孩子绝对不是 我们的儿子 你看看他的脸 我敢打赌 他在医院抱错了 为什么不把他送回去 把我们的孩子换回来呢 那时候我只有六岁 我真的以为 自己要被丢回医院了 终于有一天 我忍不住对爸爸说 爸爸 为什么你总是看我不顺眼 他回答说 我不是看你不顺眼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逗大家开心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不只是菲尔 任何小孩都不懂得 分辨玩笑和事实 取笑和威胁 积极的幽默 是强化家庭联系 最有价值的方法之一 而贬损性的幽默 在家庭环境中 却具有破坏性 孩子对挖苦 或夸张式的幽默的理解 还停留在字面含义的层面上 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处事经验 无法理解父母口中的 我们打算把你送回医院去 之类的说法 其实只是玩笑 所以听到父母这样说 他们非但不会觉得好笑 反而可能噩梦连连 梦见自己被抛弃在 某个可怕的医院里 对 就是我们生活里面 常常会很不经意间的 去做出这些取笑的行为 但是我们要谨慎 尤其是对还未达到成熟的孩子来说 那个更是一种心灵上的虐待 就是你 你违视他的存在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必须要去注重这种 微小伤害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 那其实就可以给孩子埋下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一个阴影 对 而且伤害不伤害 他其实伤害这个东西 他是无形的 不只是鞭打啊 还是打孩子 还是那种身体上的虐待 才是算虐待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更需要重视的是 无形的虐待 对 无形的虐待 他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每一个人在和另外一个人对话间 我们必须要培养的那种意识 就是说你跟人家谈甜的时候 最好不要用这些很扭曲的幽默 扭曲的幽默 所以你还有什么要分享吗 今天 对 就是 这个就是语言上的虐待嘛 其实还有很多种虐待呢 对啊 这样今天我们就focus这个就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有更好的题材 我们会再次来share 谢谢 拜拜 拜拜